马斯克天价求购OpenAI遭拒 两大佬隔空互怼 OpenAI与美政府官员讨论DeepSeek调查 是否贼喊捉贼 苹果在中国市场面临挑战 AI合作对象不选DeepSeek 出于何种考虑 美英两国在巴黎AI峰会上态度大转变 拒绝签署声明 背后适合图谋 OpenAI秘密研发AI芯片 是要摆脱英伟达依赖 同时又突然取消O3模型OingPT5 是否迫于竞争压力 B面聚焦科研成果 介绍Meta发布的全新多智能体人机协作框架 你想了解的AI大事件 尽在本期AIAB面 马斯克怒杂974亿求购OpenAI遭拒 钢铁侠这次玩真的 直接开出天价 想把OpenAI的家底都端走 结果Otteman霸气回怼 没兴趣 马斯克团队放出话 要让OpenAI重回开源初心 还特意提到了自家的Glock模型 暗示XAI才是真正坚持开源精神的AI公司 句句不离初心二字 简直就是道德绑架式的收购 毕竟OpenAI估值已经飙到3000亿美金了 马斯克看着眼红也正常 Otteman也不是吃素的 在X上发了个不了 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用97.4亿美金收购Twitter 这波反击真是又疲又狠 看来这不仅仅是商业收购 更是两位AI大佬的意气之争 Otteman这边直接在AI峰会上嘲讽马斯克 是故意想拖慢竞争对手的脚步 这火药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 看来这场收购大戏短期内是没啥着落了 OpenAI到底联合美国政府向Deepseek出手了 根据OpenAI全球事务主管Chris Leehan的说法 他们已经和政府官员讨论了Deepseek 是否未经授权使用了ChatGPT数据一事 还暗示他们掌握了一些证据 正在进一步调查 其实OpenAI此前就放出风声 所有证据表明Deepseek用不正当手段 拿OpenAI的API来训练自家AI模型 这事一出舆论哗然 不少人直接嘲讽OpenAI贼和捉贼 毕竟OpenAI自己还因为用版权作品训练AI模型 被一堆出版商告上法庭呢 现在反过来指责Deepseek 这是什么操作 Chris Leehan赶紧出来解释 说着不一样 他把OpenAI的训练方式 比作读图书馆的书 从中学习 把Deepseek的做法 比作给图书馆的书换个封面 然后当成自己的麦 诶等等 话说Deepseek不是开源免费的吗 而且换封面这个比喻 不是此前纽约时报起诉OpenAI使用的吗 苹果居然不要Deepseek 也不要字节跳动 最终选了阿里 这是为啥 据的Information爆料 现在苹果在中国日子不好过 华为小米疯狂抢地盘 iPhone销量一路下滑 上季度营收直接跌了11% 库克大呼不赶紧把Apple Intelligence带进中国 这是吃早要玩的节奏 但根据中国的法律法规 苹果想让中国用户尝鲜Apple Intelligence 就必须得找个本地大哥罩着 苹果去年最开始找的百度 结果觉得模型不给力直接out 后来腾讯字节也统统被pass 至于为什么不选AI新贵Deepseek 而是选了阿里 是因为觉得Deepseek目前规模还不够大 基建也跟不上 消息放出正至iPhone SE四代要发布 这款评价机可是苹果收割中印市场的利器 现在苹果又抱上阿里大腿 能不能扳回一局呢 美国和英国竟然拒绝签署 巴黎AI行动峰会的声明 要知道以前的峰会 这两家可是积极的很 这次突然变脸背后到底是什么鬼 话说这次峰会暴露了美国和欧洲 在AI监管上的巨大分歧 大约60个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德国 都签署了声明 确保AI开放、包容、符合伦理 但美英就是不买账 美国副总统J.D.Vance直接放话 别对AI搞过度谨慎的监管 商务大叔要继续保持在AI技术上的统治地位 他还强调特朗普政府要确保 最强大的AI系统在美国建造 芯片也必须得是美国设计制造的 Anthor Pick的CEO Daryl直接吐槽 说这次峰会错失良机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简化法规 免得掉队 其实这事的本质就还是董王任期美国退群那一套 看来AI峰会也难逃被董王抛弃的命运呀 OpenAI的秘密武器要曝光啦 现在已经和台积电达成了合作 准备自己造芯片 而且未来还要不断迭代升级 其实不光是OpenAI 像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这些科技巨头 早就开始自己搞AI加速芯片了 为啥 还不是因为英伟达的GPU太贵 还经常缺货 早在2023年 OpenAI就放出风声说要搞自己的芯片了 看来这事谋划已久 话说造芯片可不是闹着玩的 据说光是设计费就得5亿美元 加上软件硬件开发分分钟翻倍 目前这个项目由前谷歌芯片设计师Richard Ho带队 拉着40个工程师和博通一起搞设计 台积电用3纳米工艺给OpenAI代工 芯片性能对标英伟达 带高、带宽、内存和网络功能 这是要正面刚英伟达 不过第一代芯片主要用来跑推理 而不是训练模型 而且初期只在内部小范围使用 但如果一切顺利 2026年就能量产了 看来除了模型大战如火如荼 AI芯片这场仗也是越来越热闹了 奥特曼发推宣布 取消原定的O3模型 直接跳到GPT5 OpenAI要搞统一化战略 把O3的技术一股脑塞进GPT5里 直接一步到位实现魔法般的统一智能 话说OpenAI的产品负责人 前阵子还在说2、3月份见 这Flag倒得也太快了 不过奥特曼说了 以后GPT5用起来更简单 免费用户也能体验标准智能 Plus和Pro用户还能解锁更高智能等级 这分级策略简直是明明白白告诉你 想变强吗 克金吧 奥特曼还透露 GPT5之前会先来个GPT4.5猎户座热热身 不过这将是OpenAI最后一款非思维链模型了 最近国产AI DeepSeek带着R1模型强势崛起 性能直逼OpenAI的O1 还开源免费用 简直是业界良心 奥特曼也承认DeepSeek给OpenAI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所以才决定取消O3加速推出GPT5正面硬钢 不过此前多方爆料GPT4.5猎户座似乎有点难产 而且性能提升远不如预期 至于GPT5能不能力挽狂澜 让我们拭目以待 目前人机协作领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缺乏一个统一的大规模的基准测试平台 来评估和提升AI在实际环境中的表现 比方说 让机器人帮你收拾屋子 它不仅要识别各种物品 还要理解你的指令 更要能和你配合 共同完成任务 这可比让机器人单独完成任务难多了 这就好比让一个团队合作 完成项目 沟通 协调 分工等等都会影响效率和结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Meta AI的研究者们推出了 Planning and Reasoning Tasks in Human and Robot Collaboration 简称Partner框架 它既是一个基准评测集 也是一个研究框架 作为一个评测集 它包含10万个自然语言任务 涵盖60个虚拟家庭和 5819种独特的物品 模拟了整理房间 准备晚餐等日常家庭场景 可以用来衡量不同AI模型的协作能力 作为一个研究框架 它也提供了一套自动化任务生成流程 方便研究者构建和扩展自己的人机协作系统 Partner框架主要包括三部分 自动化的任务生成与评估 人机协同数据收集 以及基于LLM的辅助智能体 Partner的一大亮点在于 其任务生成的自动化流程 研究者们利用大语言模型 生成任务指令和评估函数 并通过模拟环境验证 筛选掉不切实际的任务 再通过人工标注保证任务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研究者们利用Partner对目前最先进的LLM进行了测试 结果发现 LLM在人机协作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 在任务跟踪 协调能力和错误恢复方面都表现不佳 和人类93%的成功率相比 大语言模型只能达到30% 不过 研究也发现 通过对较小的LLM进行微调 可以达到与大型LLM相媲美的性能 同时推理速度还能提升8.6倍 这意味着 我们有可能通过更高效的模型 来实现更好的人机协作 总的来说 这个框架让我们看到了人机协作的希望 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 要实现真正的人机协作 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对人机协作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